而成果 那我们就知道稿丸有ACE2的塑体 新冠也有ACE2 理论上新冠会员会跑到稿丸那边 那这样精子会不会受影响 那这个是在礼拜天一场台中的一个 吃牛排大会的一个演讲 我们很快讲完 就是这个是可以了吗 这个病得到以后 跟试管婴儿的结果在今年6月份的 这是一个SHEBA的一个经验 就是这位先生 首先要讲的就是说 辉瑞疫苗跟莫德纳 我们有些人都有打过 这个MRNA疫苗 会不会影响到病人 在试管婴儿上面的 奇卵数或者是怀孕率 这个是第二个关注 第二个就是说 你打了这个疫苗 会不会影响到 它的AMH会不会下降 就打了疫苗会不会下降 这个大概你们很有兴趣 第三个这个疫苗打下去 只有BNT跟辉瑞 MRNA 那AMH会不会下降 精子的活动力数量会不会减少 那切诊之后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如果我问你们 你们一定说有 因为我们有吴小姐 有谢小姐 怀孕了 然后切诊了 然后流产了 那如果放大被证来看 大部分的人都会感染 那施管婴儿的时候 因为切诊而失败吗 我们来看看 这个等一下有答案 那再来就是 这个病 像我们各位在座 有很多切诊的嘛 切诊之后 它会产生的一个综合抗体 综合抗体就是说 你得到这个病的抗体 跟疫苗的抗体 那这个免疫 在做冷冻胚胎组织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它的成功力 那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有信息 说先来讲的是 这个病在一开始的时候 美国孙子医学院 欧洲孙子医学会 都认为说 应该这个病 施管婴儿并不是紧急医疗 所以建立先停三个月再说 所以那时候美国孙子医学会 跟孙子医学院只有说 你在期软前后 疫滴前后 前三天后三天 你只要不要发烧就可以了 那得到这个病 跟施管婴儿的 我们提供施管婴儿的服务 到底会不会影响 理论上在这个疾病感染 跟不应症病人的治疗 美国孙子医学会 针对COVID-19 它有一个工作小组 在2020年 这样算起来是前年 就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他们是集中在 这个病人的确诊 会感染给这个医院的护士医生 所以他们那时候第一个时间是说 喊停 所以那时候 美国有很多动软的公司 他们都是跟银行贷款成立 结果因为 没有人要来动软 没有人都死都 不晓得明天会不会死在 新冠肺炎还动软 所以那时候倒了好几家软子公司 那美国的纽约的街头 你们大概无法想象 我是没有看过 就是一台小花财 乡行车 然后你上去 就上去 它跟你喂叫 OK 那就签约 然后就动软 他们是 他们的动软 或动精子 是在街头上去服务的 所以美国生殖医生 他们强调就是说 这个病毒可能会 可能会不太 对于精子卵子的影响 可能不会影响 但是他也不敢说得很笃定 他说可能也许不会影响 精子胚胎卵子 可是那时候真的资料很少 因为大概得到的就 2020年得到的就挂掉了 你也无从去检查 那慢慢的 因为这个病毒 越来越不堵了嘛 像像Omicron 在座各位都得到Omicron 你也没有怎么样 就是喉咙痛 发烧好了没事了 三天发烧 那即便你去吃快筛 也是弱阳性 也没事啊 所以这个病毒已经变到 点1点2点1、2点8月份 会点4点5进来 那第一个问题的就是说 BNT或者是莫德纳疫苗 就是MRNA疫苗 他其他的AZ不提啦 这个疫苗 可能为什么会只有提这两个疫苗 因为这两个疫苗大赚钱嘛 辉瑞光疫苗跟口服的那个贝拉伟就赚了5000亿耶 7兆台币 他会在四管婴儿的病人 在治疗当中 这个疫苗打下去会影响吗 我们很多病人在驱卵的时候打症的时候 我们不是鼓励他说你可以去打疫苗 那这个疫苗到底会不会影响 我们直接看结论 事实上并不会影响病人的performance 就是说 所谓的 你边打针皮疗 这个跟我们的经验相近 我们很多病人在打针的时候打疫苗 那齐卵OK啊 那问题是就是说 这个是疫苗前疫苗后 那平均驱卵是2.8 2.8颗 驱卵是不丁当嘛 然后驱卵受精卵0.4 0.4 没有差 这是女生的部分 那男生的部分呢 好像有点状况了 这个是精子的量 打针前是3cc 打针后是3.2cc 浓度的话7200万到8000万 怎么得到的这个 打了这个疫苗 好像射出来的精子量 浓度增加 mortility56到54 其实这样看起来是没有差啦 那刚才讲的是疫苗 就是说你在做事馆应该打疫苗 那第二个就是说 打了这个疫苗会不会影响到 男生的精子跟女生的AMH 这个又非常有趣 我们直接看结论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5分钟 在75个 45岁以下 有生意能力的男人 他的精子分析 打第二剂非瑞的BNT了 那一两个月去看他的精子 结果他们的结论就是说 非瑞打了第二剂的疫苗 并不会影响 好 那他的设计在这里 就是说 这是精子的 精子的 打完疫苗之后 他的 不论是2.7cc 6300万 Motility 64.5% 所以 非瑞疫苗 我们现在只讲非瑞跟莫德纳 因为他只有 研究都只有锁定mRNA疫苗 那AZ Nomavax 高端那些 我们就不讨论了 COVID-19疫苗 并不会影响精子 那这个就有点奇怪了 刚才不是说 搞完里面有AC2的塑体 病毒理论才会过去 那这样的话 真的不会影响吗 那 这个疫苗 我们现在讲的是疫苗 对于 AMH 这个有兴趣了 我们常常病人说 你赶快去打疫苗 那 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AMH会上升还是下降 总共有 129个平均18到 42岁的妇女 她打了 两剂的非瑞 就是打第二剂 那这两剂是差三个礼拜 21天 那 三个月之后 你去测 她的AMH 诶 有趣了 这是打疫苗的 平均年龄 那 AMH是 2.5 那这个是 打了疫苗之后 好像有点下降 4.9 好像有点点 掉 可是 差21天的AMH的话 它基本上是没有变动的 所以它这个数据 我感觉是 背后费瑞公司有在 出浅教学者 帮他做研究 就是说 你打疫苗 AMH不会下降 很多研究是这样子的 那 如果说再把打疫苗的年纪分成 少于30岁 30到35岁 超过35岁 它的AMH第一剂 6.3 4.9 2.0 就是随着年纪会越来越低 那打第二剂 6.1 4.9 变5.1 2.0 变2.1 6.3 变6.1 6.3 6.1 4.9 5.1 2.0 2.1 好像打第一剂 第二剂没有差 这两剂是差21天 所以它告诉我们结论就是说 你打疫苗不会影响到你的AMH 这是第一个结论 那再来就是说 你得到这个病切诊之后 会不会让你的尸管婴儿失败 或是提高成功率 这个你们大概 我现在如果问你们 你们大概答案 我猜一定一字头 请问 做尸管婴儿发生之后 切诊会不会增加流产力 认为会的请提首 大家就提首 因为我们有惨痛的两个经验 好的 这是病毒 它这里有ACE2 我们身上哪里有ACE2塑体呢 大脑、汇部、呼吸系统、睾丸、子宫内末 这是ACE2塑体 这是TNPRSS是经由 这是经由细胞膜的蛋白质分解酶的 TNPRSS2 有这两个 这个病毒才会进来 那水有这个 睾丸有这个 那理论上 睾丸只是有 卵巢有 柯粒细胞有 我们吸出来的卵脂的 我们在启卵那个力泡液有 子宫内末有 那理论上这个病毒到这个妇女身上 子宫内末、柯粒细胞、卵泡液 应该都要有这个病毒才对啊 因为它 掰底得上去 那我们让实际 实际的说话 这个研究是针对如果你确诊之后去做四管婴儿 我们现在很多病人都是去确诊之后来做嘛 比如说昨天来台南 台南来的方小姐 她也是确诊之后 她爸爸确诊 她妈妈确诊 然后传给她 她确诊之后护眼的 那她来做四管婴儿 会不会影响四管 这一次的 四管婴儿成功率 这个是在确诊之后 总共有九对夫妻 那七个是 七个是太太 确诊 两个是账户确诊 那他们在 护眼之后 八到九十二天去做四管婴儿 也就是说她确诊之后 这个我们现在病人很多都这样子 确诊之后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有四百七十六万的 得到确诊嘛 包括各位有蛮多人是 确诊之后八到九十二天去做 我们直接看结论 这个是 确诊之后的 打针十天九天 然后排卵针三千三两千六 确诊之后反而打针量比较少 然后 然后 PIC E2是一千二一千二没有差 那平均的 黄体素二点一二没有差 那 这个是没有提到奇卵素 那这个是 太太七个感染 丈夫两个感染 那平均好胚胎 就是你生病之后好胚胎 感染前0.58颗 感染后0.26颗 少了 这是太太的部分 先生感染前0.66颗 感染后0.33颗 如果单纯从好胚胎 TOP QUALITY 比如说8A或者是囊背最优的 感染后好像5.6颗 所以 这个就 在切诊之后的八到九十二天 可能 你拿到奇卵素 或者是胚胎素 好像有影响 那 我们看数据是觉得有影响 但是他的结论是 在 切诊之后 TOP QUALITY 可能 我们刚才不是讲 0.5 变成0.2 吗 好像有 所以 经过感染之后 或者经过 经过切诊之后 好了 去做试管婴儿的话 他们 建议 至少要 PROUND 就是说 刚才是8到92天 92天 是什么概念 三个月 所以建议说 差不多差三个月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跑出来 两篇的研究 一篇是针对新鲜 就 确诊之后去打针奇卵植物 一种是 确诊之后打针奇卵 冷冻胚胎 在鲜胚植物 在鲜胚植物 这一个表现上面 我们直接看结论 就是 好像对于 奇卵素 有一个 不好的影响 但是 但是 这里 如果我们 看这个表格 这是 得到感染 没有得到感染 它的取卵素 是十二颗 十一颗 好像没有差 刚才不是说 TOP QUALITY 有差吗 可是这里又告诉我们 感染前 感染后 你取卵素 十二颗 十一点二九颗 没有差 那这个是 这是九天式 就是感染前 感染前 感染后 我们直接看怀孕率 43 40 有点点掉 那胚胎的等级 63 56 所以我们如果说 直接看终端 感染前 减43 感染后 40 就是怀孕率 好像有点掉 但是掉不多 再来是 最后两个主题 最后一个主题 就是说 做个结论就是说 似乎 切诊之后 去做IVF 好像有一点点 临床怀孕率 会从43 掉到40 好像有一点点影响 可是 你如果用生物统计去看 是没有差 那再来 你得到这个疾病 切诊之后 你会起免疫反应 刚才讲的是 新鲜胚胎 43 掉到40 那冷冻胚胎又怎样 这个对我们厌醉 最重要 因为我们不做 鲜胚族 那这个是一个 单一个 室管医院中心 他们所做的 平均在18到38岁 现在几点了 我再讲五分钟 那 在 切诊之后 你有了免疫反应之后 或者是 你是 确诊之后的免疫反应 或者你是打了两剂的 非热疫苗所产生的 你得到抗体 可能确诊得到 或者是打疫苗得到 那 那 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 这是病人的一般资料 冷冻胚胎 这里是感染后 疫苗后 然后就是没有疫苗 没有疫苗 没有疫苗 我们直接看终端 感染后的怀疑 29.5% 打了疫苗之后 25% 然后 然后 好像打了疫苗 有一点点 掉临床怀疑 一个大量分之后 那 永久的级性率是感染之后 是 感染之后 27.3% 打疫苗之后 24.5% 染染後是27.3%的on-going 打疫苗是24% 也就是說你得了這個病 再去做試管嬰兒 是沒有差的 反而打疫苗是稍低的 那簡單的說就是沒差的 所以我們的結論就這四點 我剛剛講的可能你有點疑惑 一下有差沒差 一下有差沒差 第一個 打了菲瑞或莫德納疫苗 會不會影響到病人的試管嬰兒 不會 就是四個結論都是no 第二個 打了菲瑞疫苗莫德納疫苗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男生的精子 數量、活動力 不會 第三個 打了菲瑞疫苗或莫德納疫苗之後 會不會影響AMH 不會 第四個 如果你確診之後感染 而產生的這個免疫的話 你正在做植物 你正在打針 你得到確診 那會不會影響到 你這個試管嬰兒後來的 臨床發炎率 或者是繼續發炎率呢 這裡有提到三點 第一個 如果感染後可能會影響到 剛才有提到嘛 因此要取卵數 胚胎的 可能會影響 尤其是三到六個月 那再來就是說 對先胚足度的話是不影響 那冷凍的胚胎的子宮內末接受度 也不受影響 那換句話說 總括的來說 好像 不管你是確診 或者是打疫苗 這裡很強調第二劑 這裡沒有第一劑之間 去做試管嬰兒 AMH 男生的精子 不管是 數量和活動力都沒有差就有了 那後面 但是 很明顯的 剛才講的試管嬰兒沒有差 但是你看 這個照片給我們看到 這是美國實在廣場 這裡有兩家CVS 就是可以買 那個 這裡有一家非常有名的 那個天天籤 你看 什麼意思 沒有人欺負 所以 好 好像有個data就是倒掉的 那最後做個總結 COVID-19感染對於 試管嬰兒的影響 就是今年 尼爾森教授整理 這個病毒 似乎不會攻擊卵巢跟子宮 這個病毒好像也不會影響卵巢的 庫存量 AMH 但是會影響到 夜晶週期 然後這個夜晶週期 可能是你得到確診 壓力大會延長 它可能會攻擊鎬丸 因為有人在鎬丸找到病毒 那 可是 檢查精子的參試會 因為 數量跟活動力會變少 那 要多久才能夠恢復 三個月 這個有點像日本板神大地震的時候 家裡防止前倒的話 精子 活動力是直接降到谷底 大概也要三個月到半年 它的精子才會恢復 所以 最後做個總結 這個大概還蠻 第一個它會跑到卵巢 它會攻擊鎬丸 但是似乎不太會影響到 屍管鷹耳的成功力 那 總之 我們 應用到我們自己的病人身上 就是說 她打了疫苗 像昨天 有小姐打Dior 說蔡醫師我已經打第三劑 我第四劑要打Nomobox 還是要打 Ferri 我說理論上按照主要中心 你只能打Ferri 或Moderna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蔡醫師 我說如果你能夠打到 Nomobox最好 因為Nomobox 不多 兩百萬劑進台灣 大概用搶的 因為它是最好的 全世界最好的疫苗 為什麼 因為它安全 它不會跑到細胞核 它是刺蛋白 跟高端一樣 像我們林子蘭打了三劑高端 也沒有什麼事 也不會 就是說第四劑你 可以打就趕快打 高端什麼都可以打 蝴瑞、莫多娜都可以打 只要不要打一劣就好了 那我說 第二個重點是 就是年底的 差不多十二月份 十一月、十二月 我們在座每個人 都會被抓去打的 兩架疫苗 所謂兩架疫苗 就是延伸的 武漢新冠肺炎疫苗 加上Omicron 兩個合併 我們HPV有兩架 四架、九架 那 新冠肺炎疫苗 也有一架跟兩架 你們現在打的都是一架 就是針對延伸的那個新冠 但是如果把Omicron 加進來的話 就是兩架 就是次次在疫苗 那目前全世界只有 莫德納做出來 所以我們應該會在年底打一劑 那將來可能每年的十月 就會打流感疫苗 所以 今年我們還有兩種疫苗還沒打 一個是十月份的新冠 統計出來的嗎 那個流感疫苗 十月份的流感 跟十二月份的次世代 那打了次世代打下去之後 你大概就是 在座各位有確診過的 大概就是你們現在 等於得到的無敵星星 就是你們最強的 大概 Omicron 點4.5 對你也莫果奈何 那像我還沒有確診過的話 那可能對點4.5 還是會 滑透我 那再來第二點 就是說 當我們年底 次世代打下去之後 大概 你要到日本 到夜球去都可以的 就出 別的國家也可以進來 所以我們在期待 第四季打不打 第四季打了之後 你如果得到病毒 應該就是 你可能 輕症後面要症狀 那 各位確診之後 喉嚨痛不舒服 是因為你們的發病之後 是在打 第四季之後14天 抗體來不及產生 那再來 因為我提7打8打 5月27日就去打第四季了 所以我抗體7打8打 就等在那邊 所以 可能我確診也不知道 沒有症狀 那第二個 是年底的 次世代定性 次世代 次世代 次世代疫苗一定要打 因為次世代好像很深 我們直接講兩架 就是 舊的跟Omicron 那這樣的話 對於八月份 要進來的 點四點五 那因為 這場演講是在台中 牛排館舉行的 那換句話說 八月份的 台灣生殖醫學院聯會 仍然會在台北的 以前 我們是在中有 辦公室 現在是華南營養辦公室 在101對面 應該會實體舉行 所以大概以上 辦一辦了嗎 好 今天到這邊 我會不會再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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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